本次比赛中 广东队迎面遇到了深圳队 易建连强势回归 短短的6分钟拿下了16分 这次比赛是他时隔4场后的付出之战 然而比赛中上演的一个画面 却再一次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首先这场比赛广东队打的十分艰难 整个上半场一直都在被动挨打 直到第三节末尾 才将落后的比赛重新赢了回来 最终一股作气 以106比90的大比分 收下了6连胜 士气锋芒之胜已经攀到了平点 三连贯王朝的姿态霸气无比 显然人家对于第四贯是志在必得的 不过如此高兴的胜利背后 这支队伍却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赛前准备不够充分 以至于慢热 被深圳队压着打 内线疲软 狂丢篮摆 失误连连 防守还出现松懈 但争议性最大的却是第三节 易建连的一次底线发球为例 那么这种低级错误出现在一只争贯球队身上 本来就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更加罕见的是 发生在了易建连这种34岁的成名老将身上 当然还不止如此 失误后易建连居然发飙了 怒指广东年轻小将徐杰 搞得所有人都一愣一愣的 因为一向脾气温和的易建连少有生气的 特别还是对着自己的队友 年轻的小弟 然而这件事如果完全把责任归咎在徐杰一个人的身上 也着实是不恰当的 首先在深圳队外援不可上篮打进之后 易建连正常准备发底线球 可此时徐杰与队长周鹏都冲着球跑了过去 徐杰以为周鹏过去了 就没自己失而了 赶紧向前去跑下快攻了 但易建连的目光却集中在了徐杰身上 当易建连身体前倾准备出球时 徐杰已经跑远了 而周鹏看易建连没打算把球传给自己 也刚好就转身走了 所以易建连球就发不出去了 一只脚还由于身体惯性踩在了底线上 也就出现了发球为例 易建连当然非常生气了 把球绕腰转了一圈直接就摔地上了 冲了徐杰就一顿吼 你接球啊干嘛呢 一个后卫 你的职责就是接球 愣头青一样的下快攻 是你干的活儿吗 但是易建连要把错误都怪到徐杰身上 真心是不恰当的 难道易建连就没有错误吗 事实上他犯的错也不小 中锋发底线球 没有好好观察场上球员位置 眼瞅着周鹏在你身边 且已经向你伸手了 都没有把球给他 最重要的是易建连明显被打击了 仓促间连身体都控制不住了 事实上发球有五秒钟的时间 完全可以喊人提示的 可易建连却不小心没有收住动作 踩到了底线 抛开这些客观上的因素 易建连作为一位荣誉满身 有着一定地位的球队老大哥 当着全国球迷的面喉队友 影响多不好 特别是徐杰 本身形象就好 所以易建连这样的行为 很快就上了热搜 并且不少人都是在指责他的 首先这件事肯定是三人都有错误 更多的还是不够默契 磨合比较少的缘故 怪只能怪易建连受伤太久 长时间没有和队友们好好打比赛了 自己的状态也没有恢复 本因为新赛季能浴火重生 却没想到能这么坎坷 由于易建连做出了一个摔球的动作 裁判没有吹技术犯规 也惹得了不少人的叫嚣 就连现场解说员都调侃起了易建连的大牌 除此之外 主教练杜峰的处理也十分给力 他并没有一位责骂徐杰 反而将两人双双都拿了下来 让他们冷静后再登场 稳定住大家的心态 否则如此难堪的情况 势必会影响到众人在场上的状态 那么也就不会出现 最后一节大局反攻的局面 或许广东队就可能会输球了 就个人而言 都封教练如此做是非常正确 易建连想要完全恢复并不容易 再加上年龄慢慢变大的因素 易建连是的学会怎么收放自如了 那么如此一来 对于广东队的内线就是一场考验了 必须得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来挑起大梁 你们觉得谁会是广东队未来的内线支柱呢 好了 这次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了解更多体育界的精彩故事 关注我吧